无上圣身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说大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发大寺院第六 我们翻到227页 我们今天从第四十院看起 我们先念一下经文 我坐佛时 国中无量色素 高或百千游巡 道场树高四百万里 诸菩萨中虽有善根略者 亦能了知 这一段是四十无量色素愿 我们从这一院来看 大概尽虚空便法界 一切诸佛刹土里的众生 对于树木花草都有喜爱之心 应该其他国度都像我们一样 比方我前一阵子在马来西亚马六甲 住的地方附近有植物园 带一些孩子 小朋友 一到植物园 你看孩子 笑得特别灿烂 好像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而大自然当中 最主要的角色就是这些树 不用humani 八万在半 montじ 这个标射 变늘比较好 也全 1948 几百五万里的一生 这六 negotiating 就不愉快 因为不愉快 心无愧快 都会感染到我们 我记得曾经在农场里面呆过一段时间 有一个同修 他到这个菜谱里面 基本上都是绿意盎然的 他一推开来就感觉好像才经过一天 那个小黄瓜长得都看得见 他脱口出一句话 真是疗愈 这是现代词 现在人可能或多或少心里都有一些烦恼 看到这些很有生命力的绿色植物 感觉对他的心情都有疗愈的作用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大树 都要跟无量寿经的经据结合 看到大树就要想到 如你以居树 复应大顾 这一品经很精彩 而这一品经呢 都是在接触大自然当中 启发人的善根 这个也是六成说法 旗帜洪生 譬如巨海 大家要念《无量寿经》这一品 以后再看大海一不一样 以后再看大海一不一样 以后看到大海要想到四十八愿 齐治洪生 这个志愿广大 菩提高广 遇落须弥 须弥山很高大 愿影要大 觉悟要广大 至深微光超于日月 现在看到日月 就要赶快让自己自性的光明 要透出来 那这个不是从外来的 这是我们本质具足的 般若智慧 只要我们烦恼轻了 智慧就会长了 就会慢慢透出来了 齐心洁白犹如雪山 当然也不是看到雪山 才提醒自己心要亲近 应该以后看到白色的 就有这个提醒了 看到水也是啊 你看六成都在给我们说法 你用觉性去面对人事物啊 人事物都在给我们说法 都在成就我们的道业 所以这一品是 无量色述愿 所以要复应大顾啊 那我们这一生 不能白白来这个世界哦 老阿上说不能白白来世间走一招 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用中华文化的话就是 文天祥先生的那一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流许担心照汉情 能不能辟印到自己的家庭家族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 你在单位当中 能不能带出真正的 动良人才 比方说在道场当中 我们真正培养出 洪护人才 那可以把老阿上的法 进一步在发扬光大 那成德是相信 师长老人家一代实教啊 对当前跟后世众生的重要性 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少 可是老人家有智慧 都开出旧世的良方 最近刚好有机会 见了不少企业家 他们都在自己的企业 落实传统文化 我们看了很欢喜 也很赞叹 我还跟他们聊起了 21年前的一件事 当时候人在海口 看到报纸上 报找到呢 21年前 深圳有一个企业 招管理人才 年薪20万人民币 21年前不少了 20万人民币在海口可以买房子了 条件呢 会被地址归 结果 这个招聘广告一出来 深圳很多书局啊 有很多百姓来问 你们这个书局有卖一本书叫《地址归》 百姓没听过啊 书局的老板也不知道 深圳也算是发展了很好的一个大都市 一下子 一下子 不少人都在关注这一部书了 因为为人家长的 为孩子的当前跟未来考虑 考虑他未来出社会的发展啊 考虑他以后组家庭啊 所以当父母很不容易啊 这为儿女超税的心啊 但是假如以佛法来看啊 还是要卑至双运啊 不要超税了 用智慧来考虑啊 我们现在当父母也要把 卑至双运展现给孩子看哦 他有你的身教啊 他以后也会用理智 用智慧啊 来面对他的人生 我们下一代人生的考验啊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比我们少还是多啊 比我们多可能更复杂哦 所以这个处世的智慧啊 什么时候传授给他们 忍辱的功夫 什么时候表演给他们看啊 你夫妻还常吵嘴了 那这个忍辱传不了了 现在可不是一百年前的农业社会了 你看佛法啊 你看佛法 他是因无所住啊 你不能住在以前的 社会的一个形态上面啊 得要现代化 得要本土化 要应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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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观察 老和尚讲经讲了六十多年了 三四十年前讲的跟现在讲的差异在哪儿 三四十年呢 应经据典很多啊 佛经 可能这个 每一段话里面呢 都有引佛的经典 可是到现在的大众啊 可能你影太多 文英文啊 他头发胀了 所以老和尚看晚年所讲的经 讲得很细 讲得很浅白 浅白不好讲哦 深入才能什么 浅出哦 所以老和尚表演的 随众身心应所知量啊 他是应众身的集 你看《无量寿经》 1994年 29集 讲完《无量寿经》了 那老和尚85岁以后 《无量寿经》讲了多久 一千两百个小时 一千两百个小时 六百几岸 你不讲到 这一句经句 怎么用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大众听了之后 不会用了 解行他不相应 他就不得受用 而且解行 而且解行一不相应啊 会偏 会学偏掉了 意可以扶盼 那个盼是偏的意思 心就会开始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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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 在讲课当中啊 能够让大众感觉到 解行相应啊 那首先我们自己 也要解行相应啊 才有办法这么开解出来 而且讲出来呢 也比较能摄受人心啊 地址规上说了 不立行 但许文啊 这个就是有解 没有行啊 这个解行就有失衡了 心偏了什么 掌浮华 成何人 但立行 不许文 会认己见魅理真 那我们也有见到 在道场护法的同修 他说我不用听啦 我以前听很多啦 我们感受感受 常常听经的人啊 把那些经教听进去啦 他会觉得不用再听了嘛 他会越听越重视听经 因为他得受用了 他真正感觉到啊 不听经啊 我的正念 保持不了啊 为什么会听到 我以前听很多了 现在不用听了 这些 关键点在哪儿 可能是知识性的一种 学习状态 他就觉得那些名词术语啊 我都听过啦 不用再听了 不用再听了 可是这无形当中听很多 他的慢行就起来了 再来 他真正去做事的时候 是不是依照经教在做 假如没有啊 那是但立行不学文 所以这个不学不是说 你没学过 你学过了不得受用 你又觉得不用学了 那这样的情况啊 做事的时候还是随着 自己 没学佛以前的那些习惯 在处事做人 包含我们自己讲学了 解形假如不相应啊 那我们在台上是一个状态 台下是另外一个状态 那台上就变成表演了 那这个讲台变成演员发挥了 台上很沉稳 讲话很慢 台下语速很坏 很浮躁 那是在台上啊 他得刻意保持一种状态 明眼人看 一看就看出来 那是有作意的 不是侃侃而谈 唯唯到来的 大家观察老上讲经 那很自然 自然中自然相啊 我二十二年前 刚好到道场学习啊 也见到一些在台上讲学的 语速 刻意啊 要学老上的表情 语速 那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有点怪 也不知道怪到哪 因为当初还没有很多人生的阅历啊 就觉得怪讲不出来 后来呢 这个讲课的人下了台啊 底下的人又说 哇 你好像老和尚哦 他又更高兴了 一个三十岁的人呢 讲话的语速跟老和尚一样 表情要像老和尚一样 那着相啊 着在相上了 这个佛法是要离相啊 结果我们这个执着呢 换对相了 静了佛法更执着了 老和尚最常讲的 让我们放下贪 不是贪换对相 而贪法了 或者贪明了 那变换对相了 甚至贪依教奉行 哎呦 依教奉行还有错啊 贪向上依教奉行 刚好早上 有个童修 问道呢 气血很虚弱啊 要不要继续持八观哉戒 当然这个人道心很坚固啊 那他可能他的愿力可以突破啊 那你除了考虑自己以外啊 你身边的亲人要不要考虑 你在那里 我一定要持八观哉戒 然后旁边的人担心的不得了 那可能我们还没学佛以前那种执着静啊 用到哪里来了 用到要持八观哉戒来了 但是我们没有关照自己的心念很深啊 看不到这个状态 八观哉戒 最重要的精神呢 放下世间的欲求 你的心才能亲近啊 持戒的目的就是得定 定是亲近心啊 所以过中不时 针对我们 吃的欲望的调伏 包含 不要睡高广大床 就是你太重视享受了 你就在世间流连忘返了 不要听一些祭乐啊 那些歌舞啊 那些都是玩乐的东西嘛 所以持八观哉戒的精神 在放下世间的这些欲求 你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灵终被此爱所牵了 所以连持戒都不能是一种执着 你要理尽诸佛啊 你的身体是不是诸佛 你身边的亲人是不是诸佛 你要不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 所以佛法的功夫是 心地要放下执着 要在心地上下功夫 不能着在这些像上 觉得这样是精进 从自己心缘隐微处 要看得深入 不然有时候学了佛啊 家里的人很难跟我们沟通 那我们这个跟普贤行都不相应了 普贤行是可以横顺众生 你家里的人担心你持八观灾戒 身体受损了 你干嘛执着一定要 你不依据佛号念到底 也不输给八观灾戒的功德吧 所以这个不是执着换对象 都不要出现执着点 要学老和尚的表情动作 那个都是执着点出现了 一指尘病了 要见性不能着相 我们跟老和尚学 见老和尚每一句话的真诚慈悲 效法这个 不是学他表情动作 要着相好容易有 一不谨慎 我们就在人事物当中 出现执着点了 所以修行的警觉性要很高 刚刚见到一个小朋友 把他的包包拿过来 给我拿了一堆点心 我这个时候能跟这个孩子说 这个有防腐剂啊 那你看他一片刺沉心就被我给 熄灭掉了 你要见那个性 孩子可能还不懂那么多啊 可是他的心里有没有感觉到 你一着相你就感觉不到对方的心了 所以我记得我以前看过 佛典故事啊 拍得很好 一些故事印象深刻 幽波离尊者 那个动漫 他是最低的 印度有四个种族的这个阶级啊 他最低的 可是他最后是持界第一的 然后那些王族出家了 出家比他晚啊 要礼拜这些先出家的人 哇 我怎么可以给礼拜这个 这么低贱低位的人呢 哇气得要死 啊 佛抓住这个机会点啊 不是他让你生气的 是你心中那个傲慢心啊 是幽波离让你看到你自己的傲慢心啊 哦那 这个出家人也难得 这个皇族出家人也难得 哎 佛这么一点啊 他明白了 哎哭着 给幽波离尊者顶礼啦 感谢他啦 所以啊 你最气哪个人啊 你转个念头啊 你要感恩他啊 他让我发现了 我内心还有这么重的脾气啊 真正要解脱啊 功夫都是下在内心的放下 好 看破是明理啊 放下才是功夫啊 我们假如修行人 哎呀我很不想见到他 这个都是分别执着啊 不是离境界 是离妄想分别自主 这叫会修行 哎 我要离开这个人 离开这个境界 都是着了像啊 着了像呢 怎么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能迎难而上 越错越有 不挑境界 还越来越感恩 这些给你考试的人 这个忍入的波罗蜜就 提升上来了 还会跟任何人 对立起来啊 那我们忍入功夫啊 还差得远 比方说我们很生气 哪一个人 岂有此理 脾气那么大 其实说实在来 我们的习气跟他的习气 杠起来了 他可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是吧 你真的脾气好啊 他脾气再大 你跟他也不起冲突啊 当我们气得要死 在骂对方的时候 其实我们犯的错 可能跟他差不多 所以古人提醒了 须刻刻检典 自家病痛 病痛就是毛病息气 该所物于人许多病痛处 真知凡己 真的知道反省自己了 色色有之 色色就是每一样都有 或多或少自己都有 所以转念烦恼就不变菩提了 比方说我特别讨厌这个人 哪一点 你真正静下心来 自己或多或少也有 那你那么讨厌啊 你一转我也有啊 你终身难忘 你肯下这个国父来 因为那是你最讨厌的 所以佛法是内学 要把它转过来 那刚刚讲到这个 幽玻璃尊者的故事 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佛要去脱波 遇到一群小朋友啊 那小朋友看到佛陀 生大欢喜了 他们刚好在玩沙子 马上把沙子捧起来 去供养佛陀 倒在佛的波里面了 旁边阿难尊者本来要骂人了 佛给他看一下示意 小朋友供养的欢欢喜喜完了 佛所说得到好东西了 涂在我的墙上 当然我不能以凡测身 佛到底涂在墙上有什么意思 当然涂了很珍惜小朋友的供养 再来比方说这个小朋友供养 放在我每天看得到的地方 那也是鞭策我 不要忘了小朋友的这一份心 我智慧这么浅薄啊 以后要护念他们很难了 赶紧用功赶紧用功了 所以佛都是随时看到 人的真心 没有浊在这个沙子的像 也没有浊在我要吃饭的像 所以我们要去极乐世界那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我们赶快要把频道接上去 那就拿到极乐世界的护照 叫身则决定身 接上去了 而普贤行里面最重要的是 见人家的本性 不拙在外相 这样才能理敬诸佛 你说把一切人当佛了 你才能广修供养 你还有讨厌的人怎么广修供养啊 好像还有一个公案 那个狗看到观音菩萨很高兴了 他马上用米田供供养观音菩萨 他马上就舍爆了 这个畜生生就舍爆了 为什么狗改不了吃屎啊 那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无量色素愿 想到这个六成都在说法 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品 都是用这些大自然在比喻 那我们学了这品经之后 你用悟性来接触一切人事物 这人事物都在跟自己说法 甚至于你自己的名字都在说法 今天早上有个同修 我说他一个晚辈 名字叫穷雨 穷净宇宙了 说这个孩子的父亲担心啊 这个名字行不行啊 我说他身体还好吧 他说身体还好啊 挺好啊扛得住啊 其实哪扛不住啊 一切众生接触如来智慧得下啊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吗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吗 我说你给这个孩子说 这个穷雨啊 就是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统色万法 这一句佛 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 无量光就是无量的空间 无量寿 无量寿就是无量的时间 整个无量的时空交错 就是整个宇宙了 所以叫你穷雨啊 就是这一句万德鸿名 就是什么 就是阿弥陀佛那个愿 一切皆臣佛叫穷雨 你用这个名字 跟阿弥陀佛的愿结合在一起 那以后每个人叫她的名字 她就说我要效法阿弥陀佛了 另外一个同修 我女儿啊 说我给她取名字叫如意啊 她不是很欢喜 当然 你可以问问孩子为什么不欢喜 我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名字太通俗了 我说你可以跟女儿讲 你看你每一次 讲自己的名字就是给对方祝福 每一个人都想吉祥如意 你看她的名字就很有那个意义了 你跟孩子沟通 但也不要控制她 你跟她说你看你这个名字处处祝福人 你处处祝福人 你看爱粗而爱凡 最后有福报有如意的就是你了 但是假如你还是不喜欢 那妈妈尊重你 你现在大了 你想改也没关系 把好的观念给她引导 但是又不控制她 你这一份柔软的心啊 孩子都能感觉到的 好 所以我们用觉性啊 应对每一个静缘 每个静缘 都在给我们说法 所以我们是在一切境界当中 增长善根 还是在一切境界当中生烦恼 灼相 这个得要自己检查 师父领境门 修行靠个人 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受用 好 那 师长老人家接着说了 此事啊 可以从弥陀本愿里去体会 他看了许多诸佛世界 看到大家都喜欢树木 因为极乐世界是 这个 世间自在往如来 阿弥陀佛的老师啊 把整个虚空法界的佛国度啊 现在他面前 然后他挑所有的优点 缺点都不要 非常科学的精神 实事求是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偶 做事是认真的偶 不能学了佛之后 做事马马虎虎啊 打迷糊仗 不行哦 这样世间的人很难理解 怎么学佛反而做事不认真的 所以偶一大师说 事事求实 就是要事事求是 心心 责己 反省自己 责备自己 这个是 古圣先王的心法 所以我们假如是做领导的 这一句心法一定要受辞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你当父母的 孩子没有带好 是不是我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从事教学 学生有情况 不能一位责备学生 我们是不是做之君心师有不足 才不能设受学生 或者做单位的领导 流动率那么多了 这我有责任 道场不能流动力多 因为大家为什么来 来求道的 他们离开了 很可能对传统文化跟佛法 因我们跟我们的团队产生反感 我们不忘我们 来从事传统文化的初心 但是也要实事求是的检讨 走过来的路 所以老和尚说了 我最佩服老祖宗的八个字 我感觉自己善根很薄 老和尚用这些词 最佩服 这些词还能忽略吗 但是我常常忽略 我记得那个十年因缘 老和尚叙述跟李秉兰老师 学习十年因缘 里面有一句话 我听了可能一二十次了 我才注意到他 善知识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可是这句话能忽略吗 结果我忽略了 幸好有听这么多遍了 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帮助我们 放下忧虑牵挂 分别制作 所以我们假如听老和尚讲经 听了一段 开始担心事了 把老和尚的意识误解了 老和尚是来帮我们 放下忧虑牵挂的 会理解错 所以 自己这个沉静心要更强 才感觉到 老和尚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老和尚轻轻轻的讲 我们要重重的听 都是老人家真心的流露 老和尚说了 最佩服孔老夫子八个字 宿而不作 幸而好苦 弘法为什么会偏 没有记住老和尚 这么慈悲的提醒 好 处事 老和尚说最佩服老祖宗的 行有不得返求足迹 我们能受持这八个字 不跟人不跟事对立 跟人跟事对立很容易动情绪的 好 所以极乐世界很科学 都是看了佛国度了 把优点都纳进来 缺点都不要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木花枣 比起其他世界显得格外庄严 那阿弥陀佛说到了 我作佛时 国中无量色数 高获百千尤寻 这是讲数的高度 尤寻是长度的单位 古印度的尤寻有三种讲法 在古德著书里头 一大尤寻和中国八十里 中尤寻六十里 小尤寻四十里 一小尤寻就不得了 四十里了 大尤寻八十里还得了 现在的飞机 还不可能飞这样的高度 而树有多高呢 百千尤寻 百尤寻千尤寻 恐怕从我们 地球到月亮 还不止 极乐世界的树这么大 极乐世界的大树 要是拿一颗来 可以从地球架一座桥 到月亮 这不可思议 从这个地方 我们能体会 西方极乐世界 土地面积大到不可思议 它是很大很特殊的星球 绝对不是像我们 这样一个小小的星球 或许有人要问 这么高的树未免太大了 实在讲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人身高大 比例中 这么高的树不算太大 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看到几千年的神木 差不多 阿弥陀佛的身相有多大呢 经上不是有讲到吗 但是我们的主要是有些人 所以我们的主要在身上 是有些人的 和我们的主要在身上 和我们的身上 有些人的身上 卷在一起 像一个珠子一样 就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 不晓得须弥山有多大 如果像喜马拉雅山 要是有五倍喜马拉雅山那么大 因为五须弥 五座喜马拉雅山那么大 阿弥陀佛的面孔 比地球大得太多了 我们这个世界的树 在西方极乐世界 连小草的高度都不够了 人生大 若没有这么大的树 那就不成比例了 那西方极乐世界看起来就很快了 所以阿弥陀佛身相这么大 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跟阿弥陀佛身相都一样 你就能想象到极乐世界有多大 实在不可思议 我们的小世界 我们现在是在太阳系 太阳系是个小世界 里最大的星球就是太阳 太阳比地球大 太阳比地球大一百三十万倍 太阳那么大 比起西方极乐世界 那太阳也是差得太远 所以这些事实 现在科学家们相信 太阳在太空中不是一个大星球 是个中小型的星球 比太阳大的星球 现在发现很多 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星球 现在科学家还没发现 距离我们太远 科学家能力还没达到 有十万亿个佛国土 那一个佛国土假设是一个银河系 我们说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应该是一个单位世界 这个小千世界是一千个单位世界 中千世界就是一千个小千世界 大千世界就是一千个中千世界 所以等于是三个一千乘起来 请问大家是多少 好像是十亿了 但是这个不要太挂爱 那像我们说弥勒佛 什么时候再来啊 我用数学来算 这个涛利天寿命四千岁 但是涛利天一天呢 人间四百年了 所以四百乘以三百六十 再乘以四千了 这个是才能来了 所以五亿七千六百万年了 但是因为印度的义啊 它有好几种算法 有的义是十万 有的义是现在我们的万万叫义 好 这个也彼此走 所以这个 一个佛国土啊 假如是十亿个银河系 那现在科学家探测不到距离太远 虽然这么远呢 在一刹那之间呢 就可以到达 一坛尺就可以到达 是乃奇妙不可思议啊 其实啊整个宇宇宇宙是自己的一念心变现的 所以一念变虚空法皆有 所以我们真心切愿啊 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啊 心做心事啊 所以念佛人功夫成就 弥陀来接引他 不需要费很多时间呢 就到达 一坛尺寝啊 从这个世界啊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时候遇到长辈说 哎呀我都不认路啊 他讲这个话呢 有点烦恼了 我说啊去极乐世界啊 阿弥陀佛带路 不认路没关系啦 马上把他净土违规啊 不认识路啊没关系 有些长辈说 哎呀我怎么什么都不会啊 我说没关系会念佛就好了 你会念佛啊成佛都有余啊 其他不会没有遗憾 往生之后你什么都会啊 其实有时候啊我们会常常 动这些烦恼念 这些烦恼念起来啊都会影响自己的信心啊 就会怀疑自己喔 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喔 老后上这段法语很精彩啊 所以我们要放下什么 放下这最核心的习记啊 情止是贪的核心喔 傲慢是称的核心喔 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喔 学了佛了不能愚痴了 学了佛了不能愚痴了 要有智慧要觉了 不怀疑自己啊 不怀疑他人 所以我们提到呢 真正会修行是放下分别执着 老后上说了 我心目当中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不怀疑一切众生 见人家的本性不着香 老后上把他修行的心法讲出来 我们能听到啊 都是大福报的人 但是呢 我们有大福报 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福报 这样的法语啊 听一遍就要纳在心田了 这叫习缘啊 听老后上讲 离是离心的妄想分别之所 不是离境界 境界没有障碍 你看这些法语 多难听到啊 精辟啊 念佛 这个念字精心 心上真有佛 又把我们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才叫念佛的像破掉了 不然我们执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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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的另一半找你帮点忙 怨心在主又来了 你帮他也是念佛吗 你执着在念佛也是执着 所以佛法难学难在这 太容易出现执着 自己又没发现 还觉得自己对 谁讲都讲不通 如露无人之境 人家只能对我们阿弥陀佛 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 所以学佛的人更难带 比世间的人还难带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对 我懂那么多佛法 更难带了 所以我看带军队好带 可能带我们出家人来带 带修行人不简单了 其实说实在了 我们真的依教奉行好带 没有自己的意识 没有自己的意识 随顺经典的意识 怎么会不好 不好带不好相处 不会啊 好所以这个我们珍惜福报 善知事难遇啊 老阿上这些妙法 你听一句啊 你的境界就上去了 你真把它落实了 一定提升境界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你不会跟人家对立起来了 我对的也是错的 不要起高下见 然后随时理解对方这个行为 背后的因缘 而不是着在他的相上 一直批判他 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都不能着相啊 所以诸位听了这个距离 不要以为太远 实在讲 比你家里到此地道场静得多 一谈指就到了 极乐世界也是自己的心所现啊 心做心事啊 道场树高四百万里 道场就是阿弥陀佛说法的讲堂 讲堂周边的大树啊 比普通的树更高 更庄严了 有四百万里 诸菩萨中 虽有善根略者 亦能了知 诸菩萨就是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 即使善根坠略啊 像下下品往生 见识烦恼一品也没断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对于这些树木的庄严呢 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点都不迷惑 这在西方世界是小事一桩 不要说别的 我们这个地球上 到底树木有多少种啊 我们不知道 如果我们院子里 摘了几棵树 那当然很清楚 你天天看它 所以说善根略者 也能清楚 因为极乐世界是你家了嘛 很熟悉啊 很明白状况啊 当然往生啊 都得四十八愿加持 都是阿维悦智菩萨的 平等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树很奇特 世尊在经上给我们介绍 这些树广博普照 因为树也是七宝所成 有这个树有一宝成就的 比方全部都是流理的 有一宝 所以 金树的根 干 枝叶 花果 都是金的 有二宝所成 有三宝 三四宝所成 有无量宝所成 这个七是代表无量的意思 不是一个数字 七也代表圆满 有无量真宝所成 树放光 也有香气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称 香光庄严 所有一切物质都放光 人身体也放光 所以它不需要靠日月灯 它是光明世界 不用靠日月跟灯光 所以下一次我们 把日光灯一按 赶快去极乐世界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所以我们遇到麻烦事 不要停留在麻烦的烦躁里面 都马上转成 窃愿 我要赶快去极乐世界 吃饭的时候 三餐要花不少时间吃饭 你看到极乐世界都不用吃饭了 就能更好的度众生 光明世界没有黑暗 大地都放光 这也就是世尊说的 光无不照 香无不熏 香光庄严 形色微妙 形状颜色都非常微妙 不但如此 一切万物都能随众生心 满众生的愿 如众生之意 你怎么看美 它就现美的形状给你看 当然树也不例外 我喜欢看树是直的 它喜欢看弯曲的 树可以随众生心 自然升起变化 你看八光得水 你想到你的腰 它就到你的腰 到你的胸 就到你的胸 超过你的头顶 把你淹在水底下也行 都随你的意 自然升起变化 不仅如此 树还出法音 谁人所好 你喜欢听什么 音声 就能听到树上有音声 天月明空 音月不稀奇 树还说法 我们想听无量寿经 树就讲经说法 你在树下听得 清清楚楚的讲无量寿经 你想听华言经 你所听到的就是华言经 法音能随众生心 这些都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 西方世界众鸟也说法 那些鸟也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的 变的是有情众生 为大家说法 树木是无情众生 也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的 世间的人看到树欢喜 看到鸟 我们到大自然里面 那些鸟叫声 就让人家心旷神怡 阿弥陀佛考虑得很细致 我们在轮回当中 喜欢的东西 它在极乐世界的环境都有 由此可知 弥陀生是报生 树也是报生树 也是硬化树 我们体会到 这一层 人就会联想到原来整个极乐世界 无不是阿弥陀佛变化之土 也就是阿弥陀佛变化之身 身土不饿 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 所以对这一句话 于是才有稍稍体会 从前听到 从前听到 身土不饿 总是解不开 不晓得什么是身土不饿 现在明了了 一一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 为了教化众生 善巧方便 变化所做 真正的不可思议 那众生见树闻香 听到法音 自然就开悟 自然就正果 阿弥陀经里面有一句提到 其中多有一身补助 其数甚多 一身补助是等觉菩萨 后补佛 多有一身补助 大家想一想 用这个多字 差不多是百分之多少 那应该超过百分之五十 不能称为多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余经才十节 十节也不是 一开始就去了 那平均下来 差不多五节吧 我们把数学用上 你看大部分 假如是用了五节 就可以修到等觉菩萨了 那你看这个 为什么成就那么快 他一正庄严都在说法 都在启发 极乐世界 一切大众的善根 你看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常常都自己在想 坐在阿弥陀佛的大讲堂里面 右边一看 普贤菩萨坐我右边 文殊菩萨坐我左边 我看我不敢打瞌睡 不好意思了 你看诸上善人的那种气氛 你自自然然就精进了 这个环境的力量 自然就开悟 自然就正果 得风花雨妙香天院 全池林树保网灵情 色光身香变满佛土 所以这样的树 他方世界找不到 这边高大的树林 我们游览在森林中 确实 就讲我们这边的高大的树林 我们到这些原始森林里面 确实是悦目疑心 分多经很多 很舒服 但其他的利益就得不到 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宝树 能令我们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苦吗 我们生到西方世界时 见识烦恼没断 见识是执着 沉沙烦恼未断是分别 无明没有断静 无明是起心动念 等觉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 没有断静 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很快很容易就把这些烦恼断静了 烦恼断静就能正得圆满的 无上正等正觉 你仔细看看 确实在那里成佛容易 修行方便 十方诸佛世界 无能为比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的归宿 是华藏世界 结果华藏世界 都是法僧大师 那普贤菩萨还劝请 华藏世界四十一位 这品位有四十一个阶位 这个正德法僧 都是十柱了 是初柱位以上的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四十一个阶位 那我们想一想 那华藏世界这么殊胜了 为什么还要劝请大众往生极乐世界 假如极乐世界没有比较快 那不是多此一举 那普贤菩萨会让大家多此一举吗 所以十方诸佛世界无能为比 欲见诸佛静果庄严 昔于宝树间见 犹如明镜赌其面相 那这一句经文是第四十一 竖献佛刹愿 下两句是总结 若不遏者 不取正觉 假如没有达到这样的 这个依报的庄严 那我就不成佛 那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 所以这一段愿文 尤其不可思议 世尊在当年 为大家讲经说法的时候 本经理也说过 佛用神力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显现出来给与会的大众们看 那佛灭度以后 后世的弟子高僧大德们 有这样能力的就不多 随堂的时候还有 宋以后就很少了 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 现在科学发达 我们能体会到一点 像我们在家里 打开电视机 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 现在是网络了 更坏了 画面我们也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宝树 就像电视机一样 电视机所说的范围很有限 地球上一般地区可以说得到 别的星球就说不到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里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见得到 若有人要想看看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 就是现在蒋经的场地 他们也能从树里行间看得清清楚楚 极乐世界看我们这里也清清楚楚 都现在树的画面上 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展现出来 这不是时间 就是我们这个时间 电视机能做得到的 所以因此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挂念你的家境眷属 他们现在生活状况怎么样 那你时时刻刻都看得到 即使他在六道轮转 他不认识你 你也认识他 他到哪一道 眼前状况怎样 什么时候机缘成熟 就是你给他说法 他听的入耳 他能相信 你能观到这个机缘 你就可以随时化身 为他说法 去度他 所以真正想帮助家境眷属 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没有这个能力 一般人只是有这个愿 但是空愿做不到 要想真正做到 决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种能力就具备了 其实我们越了解这些 异正庄严 然后跟我们现在的状况一比较 真的巴不得现在就去了 你看我们现在帮助别人 能力有限 甚至也都感觉有点 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但是一往生 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 我们就有这么高的能力了 而且往生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菩提心是众生无边是愿度 要发出来 黄念导说的 我们还有多少过去生的父母 家境眷属 现在在三恶道受苦 你看我们在这个宝树间 全部看清楚 知道怎么去帮他们 不但我们今生父母眷属 我们还有过去世 还有过去世的过去 无量节来 生生世世 父母家境眷属 这个无量无边的 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都明了 他们在哪个世界 在哪一道 全部都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 要不要去 应不应该去 值不值得去 如果不去 在这个世界修行 即使修成了地上菩萨 也未必有这样圆满殊胜的能力 这个是事实 假如他有圆满的这些能力了 那不用从华藏世界 还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普贤菩萨说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所以普贤菩萨 求生极乐世界了 他十大愿才圆满 所以到极乐世界这些殊胜的能力 我们才能真正圆满的来度众生 愿文里说 遇见诸佛静果庄严 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 在宝树间都能见到 愿文讲的简单 世尊在经文里介绍的详细 述现佛刹 无量寿经后面的经文 都有针对这些依正庄严在细说 现在是愿文的部分 树现佛刹就像观无量寿经 佛一共给我们讲十六观 第四观是宝树观 所以观经我们过去也讲过 第四观的经文 有一段叙述说得很清楚 说到此诸宝树 生诸妙花 永生诸果 所以由此可知 极乐世界的宝树 不但枝叶茂盛 有花有果 因为它是重宝所成 所以它有大光明 光明中 画现出船方宝盖 船方宝盖 树木很多 也是没有法子 能算得清楚的 宝盖盖 宝盖中就现出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是观经里面讲到的 一切佛事十方国土 一语宝盖中现 这里有两个意思 先讲现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佛事 能现出来 佛事是诸佛菩萨 教化众生的状况 都从宝盖 宝盖光明中显现出来 后面两句又是一个意思 是十方佛国 一语宝盖 那这个范围就广了 十方诸佛的刹土 每一尊佛的刹土都有十法界 极乐世界特别 它没有十法界 它只有一真法界 是纯菩萨的法界 其他诸佛刹土 跟释迦牟尼佛的教区 大致相同 有十法界 有六道 有三土 在宝树 传方 螺网 光明中 都可以见到 不但能见到 我们记住前面的愿文 见到是属于天眼 你也能听到诸佛讲经说法 听得清清楚楚 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 不但能看到 也听到声音 不但能听到佛菩萨 为众生说法的法音 一切众生苦乐的音声 你也能听到 像人天的欢乐 三土的痛苦 都看得清清楚楚 听得明明白白 所以由此可见 极乐世界确实寒色 一切佛刹 相极 相路 相路 不可思议 你在一个国度里面 可以看到一切佛国度的情况 这是西方世界 无比的庄严 你到了极乐世界 其实就是 入了一切佛国度了 所以才说 深西方净土 就是深一切诸佛刹土 见阿弥陀佛 就是见十方一切诸佛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又得到 一次证实 何况西方世界的大众 他们的神通道力 能随意辨知诸佛国土 这里是讲 在宝树间见到的 所以真正诸佛刹土 是想到就到 你看宝树能看一切诸佛国度 神通力也能 于一念情遍有十方佛国 所以这都是 往生的殊胜果报 我们多念这些愿文 我们就感觉 不能在轮回当中了 自己轮回中根本做不了主 要求生极乐 才能真正更好的 快速成就自己 快速利益众生 好 那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那我们念一下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果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